今天呢,说到客户记的一个样件 这个样件呢,是紫童材质的 厚度呢,是 0.2毫米厚度,非常的薄 然后要进行对接焊 我们用的是RH-6800型号 电流和卖冲时间两个参数都设置到06 材料这么薄,进行对接 一定让材料保持平整 不要一高一低 这样的话,引壶它会先触碰到上面的板 下面的板不融合,然后行不成焊点 常规焊接的时候呢,我们首先要进行打点固定 调整好参数之后呢,就先固定一个焊点 感觉上还是不是很平整 所以尽量地把它捋平 这样受热会比较集中 直接会形成这个焊点 固定好了之后呢,就可以进行满焊了 满焊就是沿着已经形成的焊点 均匀的排布压密 不要间隔开,就可以形成比较均匀的雨林状 有的容器焊接,紫酮的容器焊接 焊点压的比较密一点,不会间隔开 也能保证密封 先焊了这一段,然后受热是比较集中的 焊点成型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温度这么薄,电流调得这么精密 基本上是没有的,直接可以用手摸焊点 背面的成型也是比较好 单面焊接,双面成型,牢固度也非常高 已经看到这儿了,帮忙点个爱心和关注吧 后期有任何焊接问题,我们可以共同探讨